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940年5月就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 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防空 在指挥体制 防空兵力部署等方面 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纳粹德国始终抱有右始英国构合的幻想 在外交和政治上展开了右翔活动 军事上的准备明显不足 而且德军统帅部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成熟完善的进攻方案 海狮计划 也是仓促而就 缺乏必要的研究分析 即使在空袭开始后 希特勒也一直梦想通过空袭来迫使英国屈服 并未进行认真周密的登陆作战准备 更为严重的错误 是德国在7月16日下达海狮计划指令 7月31日却又决定进攻苏联 战略上如此三心二意 怎能不败 从国力角度来说 那翠德国无论资 原土被韩式军工技术军不敌英国 如果不能在战略资源耗尽之前 击败英国并获得补充 必将穷保一战复职 德国高层也清楚这一点 通过占领英国 就可以极大的提高盟军登陆欧洲的难度 通过占领苏联及其领土内的资源 例如高加索的油田 就能获得与盟军长期对抗的实力 而这两个战略目标 对于德国来讲都过于艰巨 武器不列颠空战 展开全文英国皇家空军喷火战斗机 包括MK 爱河MK 爱爱 飓风战斗机 MK 爱 无尾战斗机 英军战士重型战斗机 纳粹德国帝国空军梅赛施米特 109 包括E型和早期F型 110战斗机 荣克JU88平复两运轰炸机 JU87斯多卡俯冲轰炸机 亨克尔111水平轰炸机 FW190百射鸟伯老鸟 只在末期出现过 但迫使英国研制喷火九型与之抗衡 德国空军装备的轰炸机 绝大部分是俯冲轰炸机 可今 中型轰炸机 再占量大 航程远的战略重轰炸机数量极少 根本无法承担起战略轰炸的重任 护航的战斗机又只有梅赛施米特-109 还能勉强与英军战斗机对抗 但受到航程的限制 作战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英军虽然飞机数量少 但性能优秀 而且与雷达 高炮和拦阻气球 组成了完整的防空体系 又是本土作战 几乎没有航程限制 大大抵消了数量上的劣势 尤其使英军建立了完善的雷达预警系统 可以有效发现 来袭敌机的数量和方向等基本情况 避免了战斗机不必要的空中巡逻警戒 使战斗机起飞就是迎战 节约了大量人力 物力 军力不列颠空战 英国空军虽然在飞机数量上有很大的劣势 但英军还有雷达部队 英国是最早将雷达投入实战的国家 至1940年7月 全国共建成雷达战51座 其中东南沿海地区有38座 约占总数的75% 形成 那严密的雷达警戒体系 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中高空防空雷达系统 能有效发现 飞行高度在4500米以下的飞机 第二层是低空防空雷达系统 能有效发现飞行高度在750米以下的飞机 这样英军就能通过雷达测出德军飞机来袭的大致方位和时间 指挥战斗机 在游泪方位和时间迎击 而雷达使用之前 通常都是派出战斗机在空中巡逻 由战斗机发现来袭敌机 使用雷达后 英军战斗机的每次起飞都是有目的的迎战 极大减少了飞机 燃料和人员体力的消耗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飞机数量不足的缺陷 因此 雷达无疑是英军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王牌 战术德国空军最大的失误 就是在八月底 重点攻击英国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 使英军损失惨重 精疲力竭 即将崩溃之时 却出于报复柏林遭受空袭的思想 转而空袭伦敦 致使英国空军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迅速恢复战斗力 从而与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失之交比 英军在防空作战中 采取了统一指挥 集中使用 全面防御 突出重点的方针 以战斗机为主 结合使用高射炮 探照灯和拦阻气球 并且承重身体次配置 并及时改变战术 以5至7个中队组成大编队作战 空战中多采用尾随攻击 分割攻击 分进核击等战法 取得了胜利 地理不列颠空战英国空军是本土作战 飞行员熟悉气候 地形 士气又高 特别是即使被击落 只要飞行员平安落地 还能回到部队继续参战 而德军飞机只要被击落 飞行员即便能够跳洒逃生 还是逃脱不了成为战俘的命运 就是所谓的人机巨石 当然 英军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虽然空军力量并不强大 但却未将有限的轰炸机攻击德军的前沿机场 这是最大的失策 还有就是在前期空战中 由于道丁和派特主张小编队逐次参战 使英军 常常在十倍 甚至二十倍 三十倍的悬殊劣势下 与德基作战 蒙受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即使布列天之战中德军获胜 登陆英格兰对于当时的纳粹德国 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参考之后的诺曼底登陆仗 向一个有所警觉 并已经加强防范的海岸发动攻击 进攻方需要数倍于防守方的兵力 完善的情报与后勤服务 强大的水面舰艇部队封锁海峡 以及绝对的战场制空权 才有可能完成登陆 而当时的德军 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如果希特勒执意下令发动登陆行动 其结果将是灾纳性的 发生在克里特岛的梦魇 将降临到每一名登陆士兵的头上 布列天之战断送了德国空军称霸欧洲的企图 欧武护航战役消灭了德国控制大西洋的念头 随着德军进攻步伐的停滞不前 胜利的天平终于开始向盟军倾斜 图片源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